12月27日,福建向马祖近期供水工程正式启用,两岸嘉宾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。 当天,启动仪式的现场位于福建省廉江县黄岐镇对台客运码头。 上午11点左右,涓涓清水从黄岐配水厂经供水庄管直抵客运码头对台供水站。 早已等候在旁的六艘台轮开始接水,不到15分钟,驻满备水舱,驶向马祖。 开启了福建向马祖正式供水的新篇章。 近期的我们先用船来用,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完全达到就是说现在马祖人民的生活用水, 以及它滤后的一些花掌可以用的,就是说可以完全可以满足它现在的。 我们吃饱我们的马祖的同胞可以喝上安全优质的健康的自来水。 马祖位于台湾海峡西北方,由36座岛屿组成,与福建连江黄岐隔水相望, 主要依靠蓄水工程、海水淡化及船运淡水。 供水成本较高,曾经遇到过大缺水。 福建向马祖近期供水工程正式启用后,随时为马祖民众用水解决燃眉至极。 解决到马祖这个缺水的状况一定是可以解决的。 缺水严重的时候,那如果这边能够供水,当然直接比从台湾运到马祖是方便很多, 在运输成本上也减低很多,应该可以减低到百分之八九十的运输成本。 福建向马祖近期供水工程属于黄岐半岛供水工程组成部分, 原水取自安凯乡郭泊水库和敖江流域唐榜水库, 经黄岐半岛水厂进化,消毒后输送到黄岐配水厂, 由黄岐配水厂专管送至对台码头,供水能力每小时五百吨。 我们近期工程主要的定位是船运应急供水, 然后这个工程主要的工程都位于黄岐镇境内, 这里面就包括三大部分, 第一个部分铺设1.93公里的管道到我们这个码头, 第二个就在我们这边建了一个供水站, 第三个就是在对黄岐的配水厂进行一个完整的改造提升。 今天的这个政治的请愿, 只要台湾马祖方面有需求, 我们随时向他们供水, 而这个水就是我们连江人, 海湖州人喝的饿水。 黄岐与马祖列岛一一带水, 最近处仅距离8000米, 是大陆距离马祖最近的地方, 也是黄马祖澳旅游区的核心区域。 2015年12月, 黄岐至马祖海上客运航线开通, 也成为了海峡两岸开通的第四条小山通航线。 目前,该航线运送两岸游客近20万人次, 被马祖乡亲亲切地称为海上巴士。